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关心今天的胸中跌 另外要求交通局协调中游 开放官场的利用厂厂区 供搭捡运的民众停车 清廉港度有线电视的转讯作业 周四进驻三名区保国里的一栋大楼 少数还没有装机上河的收视户 立即向现场待命的数位转讯服务台提出申请 就可以立刻享受高画质的数位化节目 105年度公费流感疫苗 12月1号开始扩大施打对象 只要年龄6个月以上 尚未施打的民众都可以免费接种 目前高雄市大约剩下10万剂的公费疫苗 卫生局预估两周内疫苗就会用光 呼吁民众提早前往各医疗院所施打 提升保护力 卖场前大排长龙的队伍 全都是要来接种公费流感疫苗的民众 因为从12月1号开始 政府扩大施打对象 只要年满6个月都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因为刚好公司有通知 然后有这个机会就下来 因为在卖场工作 跟客人接触比较常接触 所以想说公司既然有办这个活动 那我们就是过来施打这样 因为我们是一个卖场是一个公共场所 跟顾客接触也多 那这次刚好这个民生医院跟卫生所这边 然后有推出这个免费的一个公费疫苗来施打 那在卖场我们对员工 还有顾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 依然卖场鼓励员工施打 而来打的疫苗也能增强抵抗力 许多员工把握机会注射流感疫苗 由于高雄市目前剩下不到10万剂公费疫苗 卫生局预估两周内疫苗就会打光 届时民众只能自费接种 是所剩不到10万剂 所以预估这不到10万剂 可能我们高雄市不到两个礼拜可能会施打完毕 那我们也知道今年的工费疫苗因为采购量比较大 所以相对智慧市场比较不容易打得到 所以我们预估这一波的施打 智慧打不到可能会一窝蜂的来打工费疫苗 可能如果不快的话 两个礼拜可能就会没有疫苗可以打了 除了卖场员工就近施打之外 当地医长听到消息也赶紧邀请李明前来接种疫苗 只说政府扩大施打对象 对于降低流感发生率真的会很有帮助 就赶快就通知我们邻居邻长 大家互相宣导这个事情 希望他们就趁着这个时间赶快来打 因为这个计苗不多 如果打完了以后 你要智慧去打也打不到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李明就在附近 就赶快就大家真的就赶快过来打 所以情况很好 带着健保卡量完血压体温之后 再由医师简单咨询身体状况 就可以进行疫苗接种 前后不到五分钟 就可以让身体多了一层保障 卫生局表示 目前全市共有500多间医疗院所 可以配合施打流感疫苗 呼吁民众要赶紧把握机会 港多新闻李嘉隆王思武采访报道 位在半坪三角下的东南水泥高雄厂 因为设备老旧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市议员黄石龙在市政总咨询时 要求环保局提高公寄污染的排放标准 另外针对了捷运油厂国小站 停车部阻的问题 要求交通局协调中油 开放链油厂区 提供民众停车 东南水泥高雄厂机具设备 已经有50年之久 早就超过30年的使用年限 前两个月的试车复工 又一再故障停炉 燕抽冒出大量粉尘 市议员黄石龙在市议会 总实询时指出 附近的文府国小师生和社区居民 外出都得戴口罩 早与抱怨连连 他留着的部分 就是说现在没有在采矿 没有在采矿的部分 是不是说不要再进银料来 因为你进银料来 你卸银料时也会污染 你制造时也会污染 也会污染 就是附近的老百姓 所以就引起很大的抗争 虽然环保署依照空污法 开罚超过400万元 但水泥厂还是没有打算彻底维修 让居民饱受污染所苦 黄石龙议员要求环保局 提高空气污染排放标准 并且紧速提交备查 对此市府环保局表示 标准加盐已经按照程序提交 我们要比照宜蘭 我们要控污染 我们要加盐 加盐就是说我们也能常常来 喝止它 你如果不加盐的话 你也会污染污染啊 我们还没有说 但我们东南水泥厂 舍得好以前 我们也是一定要法庭 要修改 要加盐 加盐标准 我们已经把这个岸 已经送去到市府了 最近就能在市政会 来做一个报告 后去的一个电视 依照空污染 整天还送凡宝室来做一个核定 另外黄石龙议员也提及 捷运油厂国小站 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希望中油能够卸除 保护主义和优越感 开放官场的列油厂厂区 供搭捷运的民众停车 机车来停在那边坐前很危险 怕拖掉去 拖掉去 因为左边那边刚才有中油的空地 中油空地就是说 它是里面草皮立地而已 它没有建筑物 没有硬铁建筑物 好像立地和树木而已 它的空间很宽大 对此市府交通局表示 捷运站附近确实有停车需求 以规划左南路和后长路一带 大约3000平方公尺的厂区面积 协调中油统一释出 规划为停车场 将可提高捷运运量 港都新闻吴炳源赖昌邦采访报道 为了配合国家数位化政策 清廉港都有线电视 正经罗密鼓的进行转讯作业 一号进驻到三明区保国里的一栋大楼 由于先前都会透过客服人员 通知住户装设机上河 因此这栋大楼数位化 已经高达了92% 少数尚未完成装机的收视户 也立即向现场数位转讯服务台 提出申请 马上就能享受高画质的数位节目 为配合政府全面数位化政策 清廉港都正经罗密鼓进行数位转讯作业 12月1号一大早 数位转讯服务站与工程人员就建筑到三明区保国里的这栋大楼 为尚未装设机上河的收视户服务身装 本区它的数位普及率已经到达92.5%了 那虽然已经有92.5% 那还是有大约有10户还没有安装 那我们还是在大楼里面设工作站 就是配合政府数位化的政策 我们设点在这边 让民众可以更清楚的了解数位化 他要做哪些东西 那也顺便帮客户解决一些操作上的问题 11月份的时候 已经通知各大楼的用户 公司也全力配合 然后也通知各用户到数位机上去安装 然后也在服务上面 请客服公司全力配合 通知每个客户的安装 也非常踊跃 所以这一并已经达到92%多了 高达92%的装机率 代表青莲港督前置作业相当充足 不但安排客服人员电话通知收视户 也以最快的速度替用户安装机上河 提早享受高画质的电视节目 记者现在位于三民区一栋转讯大楼 目前可以看到现场 已经有民众因为在看不到电视之后 来到数位转讯站提出要申请安装机上河 透过业务人员清楚说明 大楼住户了解类比讯号关闭后 必须伸装机上河 才能看到原来的电视节目 便立即向现场服务人员申请安装 工程人员一接到工单 随即备好器材 前往收视户家中身装机上河 以前的画质比较没有那么鲜艳 还有旁边都有一粒一粒一粒那种 这样就没有了 一台电视就装一台机上河并非口号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正免费替收视户安装 电视画质不但立即变得清晰有感 更能提早享受多样化的频道选择 欢迎民众申请安装 详情都可上到千年港都官网查询 港都新闻张世民罗绍军采访报道 高雄市今年三月间才爆发 他和他病毒出血热疫情 不到半年又传出小港机场捕获一只前述 警认结果发现带有和他病毒 由于消息这几天才曝光 机场及疾管署被质疑 有隐匿疫情延误通报情形 机场航夏里旅客正提着行李到柜台报道 准备搭机出国 航夏里宽敞明亮 除了旅客之外 也有不少清洁员来回清扫 看似明亮整洁的机场 却传出部分区域有老鼠出没 这是上个月港都新闻记者 前往高雄机场航空站 拍摄航站摆设补薯器的独家报道 当时传出老鼠出没航夏觅食 影响外界观感 如今传出九月间 在机场管制区 捕获带有汉他病毒的前鼠 离谱的是整个讯息 直到这几天才披露 防疫明显出现漏洞 小港机场这边 有捕获一只带有汉他病毒 抗体的一个老鼠 这只老鼠是前鼠 那是在停机坪这个部分 那我想这个状况 会让我们去警觉到 事实上在港户地区 鼠中的控制 以及属老鼠族群的一个灭属工作呢 是非常重要的 机关出表是机场港口都是老鼠容易出没的地方 防疫工作必须更加落实 基本上我们不容易去察觉 因为他们都存在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比如像沟渠之类的 那主要是透过老鼠去传播 那老鼠就变成是我们监控抗大病毒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老鼠最常出没的地方就是排水沟 再沿着排水沟到垃圾场以及餐厅的库房 因此高雄航空站起到了灭属公司 加强在这些地方设置了鼠尔站 希望能够灭除这些老鼠 高雄航空站编列数十万元预算 请专业灭属公司设置上百个鼠尔站严加捕捉 原本以为鼠患已经消失 没想到疫情症悄悄出现 老鼠没有看过 有在捕鼠的那种 但是没有看到老鼠 航空站表示机场传出老鼠带有和他病毒 应该是单一个案 截至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人员不适的情形 未来将加强环境卫生消毒 避免再发生类似鼠患危机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 你喜欢到24小时自住洗衣店洗衣服吗 如果是的话 可要注意以下这一则报道了 因为标榜24小时营业 让有些民众喜欢在深夜时段来洗衣服 及其运转的声响成为老人亲谋噪音 环保局也接获了不少投诉案件 因此从11月25号开始 要来管制洗衣店的营业时间 现在有很多这种标榜24小时的自住洗衣店 但是从现在开始 民众再也不能随心所欲的 什么时候要洗衣服就什么时候洗衣服 因为从现在开始 环保局要管制使用时段 衣服在洗衣槽里面转呀转 很多民众都喜欢到这种24小时的自住洗衣店洗衣服 就连比较大型的床单都可以轻松洗干净 洗一次最便宜只要40元 还有烘干机可以使用 成为不少民众首选 但是也因为标榜24小时 让有些民众就喜欢在深夜洗衣服 噪音过大让环保局不得不寄出管制时段的规定 因为他的声音在晚上测 部分都都是属于符合噪音管制标准的 那事实上他也对其他的居民造成了困扰 所以环保局这边就依据 噪音管制法第八条的部分 我们才行为禁止的部分 就是说限制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8点 那不要用动力机械去做洗衣染衣的这种商业行为 去保障一些夜间需要安宁的民众 去好好地做一个休息 因为这种24小时的自住洗衣店 大多设置在住宅区或是住商混合的区域 平常时段感受不到洗衣机和烘衣机等设备运转声音 但是一旦夜深冷静 往往发出来的声响就已经超过法定分贝 对这项新规定民众也都表达支持 环保局表示平均一个月就接到三件的投诉案件 为了降低照音污染 市府环保局从11月25号开始 禁止洗衣店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8点一夜 如果违反规定可开罚3000到3万元以下的罚还 而且还可以连续开罚 虽然目前是处于劝导阶段 不过还是要提醒民众 不要因为自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困扰 港督新闻 李正道训阳珍采访报道 高雄哪里好玩 现在透过APP就可以知道了 高雄建议公司成功争取到经济部工业局 建构4G智慧宽屏应用程式计划 开发了首款智能型的APP高节通 不仅有时速有购等多元使用资讯 还搭配了最新的VR技术 享受最临场感的虚拟实境 戴上时下最夯的VR眼镜 就好像坐上了共多拉船 360度的欣赏爱河的美丽风光 这是高雄建议公司推出首款的 官方智能型APP程式高节通 运用最新VR虚拟实境技术 以及结合回馈基点游戏机制 希望透过云端也可以旅游 可以提供时速游购 那我们可以在高节的环境里面 能够让你直接的看到4D的环境 让你来便利的选择 你所要去游玩的地方 而且让你非常的便利 节省时间 节省金钱 实体的交通服务提升到云端的交通服务 而除了VR这款APP也搭载了 食 树 游购等多元使用资讯 还有站内导览和站内加值等等的服务 兼具服务和娱乐性 让来到高雄旅客 不仅可以先透过APP了解高雄的各个景点 也可以用VR的导览服务 抢先畅游高雄八条旅游路线 那我们也希望便利旅客的选择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高雄APP里面 我们不但用虚拟实境的方式 用VR 用4D的环境 使得它可以在我们高雄的系统里面 就直接可以先了解这个观光景点 它的实际状况 要帮爸爸搭捷运去旅行 没问题 有了 高雄通APP下载成功 就是这个APP让高雄捷运公司 可以从原本所提供的实体旅运服务 可以扩充到云端旅运服务 也从交通服务业提升到 智联生活服务业 让捷运更在地生活化 也便利民众的实义住行 为了打造便利旅游城市 高捷透过资车会辅导和交通局与观光局协助 终于成功向经济部工业局 争取建构4G智慧宽屏应用城市计划 透过高科技来行销高雄 也间接行销了高雄捷运公司 接着带你来认识左营区蔡公里 你知道蔡公里的人口密度 是高雄市第二高的吗 能有如此众多的民众选择蔡公里 相信除了方便的生活机能 其中优质的社区营造 也是关键之一 而里长邱启明任职长达12年 也扮演了不可或缺角色 12月1号晚上9点的公里活力灾 要带您深度探访这个幸福社区 亲自拆开蛋糕 让来领取爱心物资的长辈就甘心 这位亲切和蔼的人物 就是蔡公里里长邱启明 担任12年里长的他 不但关心居民数十年如一日 更不断朝幸福社区的方向迈进 他拿走了不是这份东西 加上我们的爱心 我想说这造成 就是说他心里有一个极大影响 就是说还有人在注意他关怀他 这也是里内一股稍微稳定一点的力量 体会到近年来台湾人口结构大幅度的改变 为了让里内的外籍移民和长辈 也能跟下一代同步学习成长 多年前就与国小合作 请到专业师资开班授课 因为那种五六年代以前那种环境 不见得每个人都读过书 每个人有的阿公阿嬷 可能是日本教育的 也不太懂怎么教他 然后你让一个老师 来同时教老一辈少一辈 那种画面你把它融合起来 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是美好是快乐的 专里长不只贴心开设亲子共学课程 为了让若是家庭的孩子 也能拥有国际交流的机会 逆向操作与里内教会合作 邀请旅居海外的华侨青年 回到故乡举办夏令营 反方向来想 他们让国际走到我们台湾来 那怎么走到台湾来 我们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 有意义的活动 让国外的美国人 英国人 甚至于欧洲人 中东人 他们到台湾来看一看 因为毕竟台湾是一个福尔谋杀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 那文化的差异性会造成一种文化的吸引力 只要你能够陈述你的文化的优质美在哪里 因为邱里长的远见与用心 左营区蔡公里人口密度不但高达全高雄市第二 更逐步往优质的移居社区前进 还想知道更多蔡公里 幸福乐活的秘诀吗 精彩内容都在12月1号晚间9点的公立后立灾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港都生活讯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安装 维护您的权益 详情请上青年港督官网查询 而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一起关心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气温20到28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价地区多云时期气温18到27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英时多云气温18到24度 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时期气温13到26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督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薛安珍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有线电视数位化是国家的既定政策 请尽早配合有线电视公司 身装机上盒 一台电视机需要一个机上盒 这样才能收拾哦 为了文化学习安心的水果 也对亚开土地的友善 最尤其是我们一天的减赤 虽然失败过多百的 我们一天会用客家硬减的精神 减赤行他条路 看见在地人的心 千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用心 配合政府政策 推动有线电视数位化 您我都有责任 请观众朋友赶紧向府上的 有线电视公司 身装机上盒 都是免费的 请观众朋友赶紧向府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镇 紧罗密鼓推动 有线电视数位化 请注意一台电视机 要装一台机上盒 而且身装全部免费 谢谢大家 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 我这几年来会这样做 是希望可以穿成下去 这支牛舌表现出来 不仅是德龙 也有很漂亮的表达 让我们尊书重得 在地人的心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用心 每天早上 我们都是准时出发 不管这时也有什么 不管官邸也有什么天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二十几年以来 为高雄市民乎务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永远的老朋友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上头是台湾传统的文化 代表这种在地的精神 所以知怎样辛苦 我们也是要用心来传信 好后这辈子 可以感受到这片